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透過《未來娛樂台》的現場直播 來欣賞第三季SBO超級籃球聯賽 今天是2月4號禮拜六 超級信息六所進行的第二場比賽 將是要由目前兩勝12敗 而且吞下11連敗的六敏籃球隊來碰到 是目前在整個全聯盟排名第二 士氣正處於高昂階段的台灣啤酒 十勝五敗的台啤隊 這些數據都要比他例行賽的平均9.3分 3.4個籃板 3.94助攻 1.44超級 都要高出蠻多的 先發球員首先先來看是佑敏隊的部分 同志戰搭配羅新良 王傳健 謝志偉 還有高麗明就是佑敏籃球隊 台灣啤酒隊的部分先發的控球位 還是陳世念 二號位置是李偉銘 再來三號位置是李志傑 四號球員分別是吳志遠以及哈孝遠 回到佑敏進攻 謝志偉要給小球 這個球被林志傑給抄走 但是還是一丁四虛 就是對林志傑還是用丁人的方式 這球來的一下交給尚偉凡 野獸的助攻 對 現在林志傑就比較聰明 覺得他在LOBO拿到球的時候吸引防守 林志傑在籃下拿球 手到張雨林 大轉身靠進去出手進去 林志傑教練表 換上雙後衛戰術的時候 把整個隊的進攻都打快起來 這球又被台銘給敲走 這球又被台銘給敲走 剩下最後五秒 四秒 林志傑切到籃底下 裁判吹犯規 野獸 他目前會才攻下四分 籃底下 給尚偉凡做 想要做球技酸 野獸今天的好朋友就是尚偉凡 三分外線 周圍盆自己出手 他們冷箭沒進 陳志傑第一時間 沒補進 籃板球說下一次被 陳志傑給拿到 上半場比賽快打完才攻下四分 這是野獸常常一截就攻下十分了 對 我想林志傑可能今天 也被 宥敏隊守住 陳志傑往回給 現在是我們的賽馬 對 尚偉凡被毀掉 現在台幣的反快攻 三打二 林志傑準備要大畫布 切到籃底下 插板中路 所以我覺得球員 就應該要像他現在這樣 尤其像張志豐 也是一個自己的訓練 所以這對SV2球隊來講 PUSV2球隊 也比上高中的模式 野獸切到籃底下 拉他出手 雖然沒進 但是造成了犯規 所以我想在中場的時候 贏叫他教練 或教練團一定有跟林志傑講說 你想要贏這場比賽 自己本身就要打得積極一點 要趕快發出去了 否則的話 也有可能五秒鐘 林志傑大轉身給籃底下 好球 讓林志傑進攻 可以讓他下雨 差點得分 回到台幣進攻 給籃底下 林志傑拿球 轉身 撐到背後出手 再給林志傑 這次危機的他 尤其現在兩個隊的打法 都是要不斷去切入進去 甚至是找中風挑戰籃光 所以一旦有切入或籃下 做Power Play的時候 都應該會去很積極的防守 甚至把他毀掉 上海在這屆的表現 都非常受大家的肯定 就是在這一個表現上面 有很大的改變 第二罰 第二罰 罰進 籃底下給球 羅斯一臉要出手 親了點 前面有快攻機會了 林志傑跑完這前面 準備要加速度 往裡面切 野獸來了 現在的三分打 場邊現在是佑敏隊喊出暫停 再來看一下 不管是年獸還是野獸 林志傑拿到分數 現在台幣第四分領先 林志傑還有一球 罰球機會 沒有問題 揮著面來看 沒有改他的攻擊 林志傑 五七五四 三分外線 陳士林又沒有一種機會 他把他打球 越長越遠了 對 最高他用一球 他有200分左右的高度 百分手怕裡加了 大概有193公分左右 這個球球球發生失誤了 台幣的好智慧 林志傑跨步 繞過一個人 繞過第二個人 造成犯規 不過現在佔領過來之後 野獸有兩次罰球機會 最後三分多鐘 必須考驗這兩隊的防守 哪一隊可以不犯規的防守 同時壓低對方進攻的命中率 這樣才有可能會贏球 林志傑大轉身 讓裁判先追犯規 台幣隊現在機會來了 林志傑大轉離下 出手 佑敏隊自己在進攻上面 一定要先勝利拿下兩分 才有辦法把台幣隊的進攻 火焰能夠拉壓下去 羅信良 這個球被撥掉 台幣的進攻 裁判傷意沒想 比賽繼續走 林志傑轉身給球 現在反倒是讓台幣取得領先了 李文明操掉之後 他要去跟裁判稱的是 這個球到底有沒有走步 對對對 他鋪到地上之後 把這球稍微抱了一下 然後轉了半個身體 台幣目前是兩分領先 而且繼續保有進攻拳 林志傑手他是陳士傑 其實兩個球隊現在目前狀況都是一樣 不能有防守犯規的情形發生 一旦你防守犯規 就是讓對方輕鬆地站上罰球線去取空 外線羅希良球在他手上 兩個人包夾 沒有機會傳出來 進攻時間剩下6秒 就會被他上了給抄走 陳士念給到前面 三個打兩個 林志傑切入的時候 裁判最後吹的是直舞檔反對 林志傑關進了兩次罰球 第二次罰 第二次罰 還有林志傑 全場以晉空下的29分的林志傑 第一球罰進 上半場只拿下8分不用擔心 下半場很快就能夠恢復回來 對 選江鴻再會給中衛國 中衛國三分外線 合圓之力出手來自 籃打球現在回到了 回到了這個人也蠻尷尬的 王劍瑋手上 小六的罰球兩罰機會 壓力在他身上 第一罰 第一球沒有罰技能 第一球感覺上有點稍微緊張了一點 手軟了一點 對王劍瑋第二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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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次的狀況一定站上罰球 現在對他影響非常的大 第二罰也沒有罰氣了 中衛國再給盡 下好投三分 每次籃打球 最後一次回到了台皮手上 把時間給拖完比賽結束了 好我們現在訪問到的是台皮的林智傑 智傑這場比賽非常的精彩 兩面分數一直咬得很緊 你覺得最大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我們上半場 他們的命中率都非常高 然後我們的防守一直漏洞 所以導致我們都在追分 都沒有出發 到台皮手上 看完 第一罰 是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